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心不识高低冲撞了别人 且问这位小师傅贵庚是多少啊 不敢说 不敢说 说出来怕吓死你们 师祖 喝茶 师父 请使茶 这茶具如何呀 这真是美食美气 但弟子对这些东西不是十分精通 但确实是好物件 误了高僧的眼睛吧 像大唐天国 什么样的真奇宝贝没有见过 只是撑讲 撑讲了 高僧万里之遥而来 一定带来什么稀奇珍宝 可否拿来一关呢 东土无甚宝贝 即便有这路途遥远 也不曾带的 师父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咱们那包袱里面的袈裟 那不是一件大宝贝吗 拿出来让他们开开眼 你们的袈裟也算宝贝 着实可笑啊 像我们这样的和尚 哪个也有二三十件 就说我们这位老师祖吧 他做了两百五六十年的和尚 最少也有七八百件呢 拿出来 让这位长老看看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你们见过宝贝没有啊 给你们看看 给你们看看 悟空 怎可如此攀比啊 师父 这不是攀比 你看见他们的嘴脸了没有 我这是拿袈裟 杀上他们的分别心 那个 不可与人斗负 你我单身在外 只怕有错 看看袈裟有什么祸害呀 我说你 古人云 珍奇之宝 不可使见贪婪监伪之人 若已经入目 必动其心 既动其心 必生其技 终是热祸呀 师父 你也看出他们几个 是贪婪监伪之人了 我跟你说 咱们这个袈裟 专门制他们几个 贪婪监伪之人 我就是杀杀他们的分别心 有什么事 包在我身上 不可 你们几个 想看宝贝的跟我来呀 这 真是太棒了 真是 果然是好家杀呀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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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见过发这么多光的宝贝吧 想吧 老 老大无福 老大无福 老院主 这是为何 起来再说 起来再说 老院主 此话怎讲 师父 师父 老那是年事已高 眼睛混溃 这眯着眼睛是看不清楚 实在是看不清楚 老院主莫及 悟空 你把袈裟再拿近一些 让老院主仔细看看 好嘞 不行 不行 此宝石狭光万道 是亮得黄眼 在阳光下是根本看不清楚的了 我师才是没命 老房长 你到底是想要怎么看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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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信得过老那的话 能否 将此宝物 借给老那带到后房 仔细地看一夜 明天一早 一定完毕归照 不耽误大师西行 不知道 大师可信奉啊 好 一看你们 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 好 我答应你 不过你明天早上要给我拿出来 千万不能沾有半点泥污 那是 那是 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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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行了 拿去 拿去 好好 你们啊 去 再让你看不起我们 悟空 你怎可如此无礼 师父 你放心 放心 你看看 老院主 你这 你哭什么呀 就是啊 师哥 我没有缘 也没有分哪 这袈裟 师公 这袈裟就在您面前 您只需要解开看罢了 您何须痛哭啊 老大我今年活了二百七十多岁了 苦把苦业的也只有一百多件架杀呀 搁在一起也没有唐僧这一件好啊 师公 此话差矣 一年事已高 享用也够了 还差什么呀 唐僧不过是一个背井离乡的行脚僧罢了 这就是啊 哎呀 我虽然是个坐地的 老呐 我怎么 我怎么就没有一件架杀呢 这么一切宝贝就怎么只有唐僧他才有 哎呀 你要穿他的 这又何难哪 我们明日留他住一日 你就穿他一日 留他住十日 你就穿他十日便罢了 何苦这般痛苦啊 就是 哎呀 留他十天也就十天 留他半年也才是半载 一年也就只有三百六十五天 可他终究也不是我的 我怎么才能够得到这件夹杀呀 师公 要想长远也容易 容易 你 你有什么妙招啊 师公啊 你想那唐僧乃是两个走路之人 倾苦至极 如今呀 早已经睡着了 咱们呢 找些有力量之人 拿了刀枪 打开禅堂 将他们杀了 埋在后花园 此事呢 只我几人知道 咱们呢 又谋了他们的陈杖和白马 把那袈裟起步留下 做我们的传家之宝 这 还不是长久之计吗 哎 你 你说什么 哎哟 老呢 年事已高 耳朵听不见 啊 我可什么也没听见 你 你看着办吧 师公 我看此机不妙啊 这 若要杀他 咱们可得好好看看动静 我看杀那个白脸的容易 杀那个毛脸雷公嘴的 可就难了 这万一杀不了 岂不着祸吗 师公 我倒是有一个不动刀枪的办法 不知您意下如何 有什么高招啊 师公 我看咱们就舍了那三间蝉长 你 到夜深人静之际 他们睡熟了 我放上一把大火 以火烧至 连人带马一个都跑不了 如果旁边有山都看见 就说是他们自己试了火 把咱们蝉堂都给烧了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一来呢 可以掩然而目 二来呢 这袈裟不就成了咱们的传家之宝了吗 对呀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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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祖啊 是他们自不小心 是玩火自焚哪 与老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这假杀就是我的了 你 小声点儿别警动他们 多弄点这货 别烧他们不死才是麻烦 走 我师父说的果然没错 走 快 快 快 轻点 轻点 好了 走 走 大圣来了 大圣 我是来找广木天王的 大圣久违久违 听观音菩萨说 你与唐僧做了徒弟 去西天取经 今日如何得闲呢 闲话少说吧 你是不知道 我和我师父陆遇歹人 这些歹人要放火烧我师父 所以我特地来寻你 借闭火罩来使一使 救他一救 快点拿来 大圣这话我就听不懂了 既然是歹人放火 就该借水救唐僧 如何要闭火罩 白龙马 要打起来了 你快点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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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帅 嗯 不行 我得先收了袈裟 那 那岂不是出乱子了 我若现在进去拿袈裟 他肯定是我小气 算了 算了 让他看吧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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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点 你怎么不先点呢 我 你点 点啊 你也得点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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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失火了 大王 大王 好像是那边 是那关义寺方向失火了 定是那和尚不小心弄他 我进去救他一救 大王 小心 小心 快去救他 快去救他 救救他 快去救救他 救他 救火 快去救他 快去救救他 快去救救他 快去救救救他 来人哪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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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虎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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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虎 不对啊 他怎么会有这么一件宝贝 快点 来来来来 这边 这边 快 硬虎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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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肩 这么快 靡虎 chair 大圣 广播天王 多谢多谢 大圣真有戏友 我正愁你不还我宝贝 无处寻讨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俺老孙是什么样的人 有句常言说的好 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叫你们玩火 点把火还不知道烧谁呢 师父还没醒呢 师父 醒醒吧 师父 醒醒了 师父 师父 起床了 师父 睡好了 咱们就起程上路吧 这到底怎么回事 莫非是长梦 师父 师父 不是梦 师父 这个火 是昨天晚上烧的 你不知道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师父 你当然不知道了 俺老孙护住了禅堂 见师父睡一浓 就没惊动师父 既然你能护得了禅堂 为何就护不了其他的房间呢 师父 果然如你昨日所言 那老东西 爱上了咱们的袈裟 要算计烧死我们 若不是老孙知觉 如今我们都变成骨灰了 你是说 是他们放的火 不是他们放的 那还有谁放的 莫不是 他们怠慢了你 惹恼了你 是你使得坏 师父 还真不是 老孙可不是这种无赖之人 还真不干这种不良之事 那火还真的是他们放的 他们一干人等 拿了柴草 放在这禅堂之外 要烧死我们 老孙见他的心毒 便不曾与他们救火 只不过 住了一口风 你这猴子 这火起之时 只能住水 你哪能住风啊 师父 这古人云 这个 人眉伤虎心 虎眉伤人意 他们要不弄火的话 我干嘛要出去 你这是歪理 我 你 师父 家山呢 家沙呢 来来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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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父 你干嘛 有鬼啊 有鬼啊 师父 这这 你不是找死了吗 到底是人是鬼啊 是人怎么样 是鬼又怎么样 这这这 废话少说 快 你还把他们的夹杀拿过来 不不不不不不 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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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了我们吧 WOKE hơn有头 债有主啊 都是光之光谋 他们和那老和尚设计害的你们哪 这这这这 小人永远无诛 你们都是真人哪 你们要的那个袈裟 在后院方丈老师祖那里 不在我们这儿啊 可惜可惜啊 好好的禅院竟然毁在火中 神僧请稍等 我进去通禀一声 快去快去 好好 公公 公公 那个唐僧来要袈裟了 那个唐僧是个神人哪 未被烧死 可咱们如今反倒 害了自己的家当 趁早拿出袈裟 还他去吧 那个神僧还在外面等着呢 家沙没有了 家沙没有了 寺院也烧了 家沙 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他们呢 我还有什么脸见你们呢 我还有什么脸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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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此作你也不可活呀 你还说 凡事都有因果 你若不拿出袈裟 人家怎么会起恶念 又怨我 又怨我 我 你把袈裟交出来 我没拿 我没拿 没有 是不是你拿了 这位师父 饶了我吗 谁拿了袈裟 赶紧给我交出来 真不知道 求你找我 饶了我吗 师父不必担心 我 我什么我 我说不让你拿 你什么时候将师父的话当真了 教训你们不还回袈裟 就去跟那老死鬼团圆 求助圣僧啊 求求你了 悟空 你我们不知道啊 这上人就只知道打人 就只知道打人 你以为你打死他们就能找到袈裟了 师父我明白了 就是打死他们 也要找回袈裟 悟空 悟空 老和尚 我是不是你 我没拿 我不是 我什么也不要啊 我今天管不了你 我就不是你师父 我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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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师父 师父别练了 喝茶杯死我先被命了 师父 神僧啊 神僧啊 你就不要怪这位雷公了 恐怕不干他的事 丢失袈裟 只能怪那老死鬼 对 就是那老死鬼 他昨晚看了那袈裟 哭了整整一晚上 看也不曾敢看 思量着要图长久 做个传家之跑 因此设计定策 要烧杀老爷 自活其知识啊 那是狂风大作啊 禅院里到处都烧了起来啊 可这只顾就火枪搬木劲 可不知袈裟到哪里去了啊 那这袈裟 这袈裟是烧了吗 我实在不知实在不知啊 老东西 你们这儿有什么妖怪没有啊 在 在那正东方 有一座黑风山 黑风洞内有一个黑带王 它便是妖精 那山林寺有多远 只有二十里 那望见了山头就是了 你这个老东西 你这个老东西 你不早告诉爷爷 害得爷爷吃苦啊你 还有你 你是想说 为师有什么过错吗 师父 你能有什么错呀 你全是对的 你这猴子 动辄就要杀人 你记住了 楚家人 楚家人切记杀生 我是为了帮你找袈裟 谁杀他们了 好 你既然说袈裟被妖怪拿走了 那现在找回袈裟是最为要紧的 得得得 我给你找去 神人哪 神人哪 该死的老和尚 差点害死啊老孙 年年与大王上寿 今年妍妍何以为题呢 说来有趣 后日寿宴 我正愁没有九题 不想昨天夜里突然得到一件宝贝 真是妙不可言 妙啊 真是神仙也来凑去啊 到底是何宝贝啊 是啊 那宝贝啊 名唤金兰佛依 诚然是件完好之物啊 明日咱们就以他为授 大开宴席 邀请各山道官 庆贺佛依 我们就称之 称之为 威惠如何啊 好好好 妙妙妙啊 妙什么 哪来的妖怪 你们几个 还说我是妖怪 把你们的眼睛给我擦亮一点 你们几个偷懒老孙的袈裟 还要做什么佛仪会 我告诉你们 爷爷今天让你们去见阎王 想跑 好 慢走 死了 我又傻生了 师父 对不起 对不起 碧念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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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不在这 也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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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好了 佛仪会做不成啊 什么 门外 有一个毛脸雷弓嘴的和尚 来讨夹杀了 这死太无礼了 竟敢攘上门来 太欺负人了 小的们 取劈过来 上 上 你笑什么 你这色是个烧摇的 还是个挖霉的 你又是个什么怪物 脸长得跟个猴屁股一样 竟敢嘲笑 本大王 你把我的袈裟还回来 袈裟 小子们 谁看见他的袈裟了 没有 你是哪儿的和尚 在哪儿丢了袈裟 上我这里来讨要 好 那我来告诉你 我的袈裟在西北观音院的方丈那里放了 只因为院里面失了火 你这丝又趁火来打劫 这事还不让我提 把老孙告诉你 当着你这么多的手下 你嫌不嫌丢人 你说说你做出这种偷盗之事 我都替你丢人 少废话把袈裟拿回来 要不然我要你的命 你这个破误 敢情 那把火是你放的 你在方丈屋上行凶招风 但我没看见 我告诉你 袈裟是我拿的 怎么样 你是哪来的 让大爷我瞧瞧 你有多大的本事 你连我都不认识 好好好 你听好了 俺就是五百年前上打过余地下打过阎王 练就钢筋铁骨火眼金睛 护送师父西天取经的使者 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 孙悟空 听说过吧 原来你就是那五百年前大闹天宫 毕马温 四弟们 他就是那个放马的 你 你这个妖怪 你这个妖怪 我告诉你这个黑眉球 我一会就把你打成个黑眉块 你还敢来管教我 我一千就你闭嘴 黑眉球 这可不是我先动手的 是你动手 少废话 看起来 飞起来了 好 neut 哇哇哇哇哇 delta 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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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呀呀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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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h 没黑子 你倒是快下来 还没还我袈裟呢 好 来 我的屁股 我的屁股 你这死后的不要脸 冲我的屁股 天 天色不早了 我们暂且收兵 我肚子饿了 等我吃饱了饭 我再跟你大战三万回合 我说你这个黑眉球 你被俺老孙给打倒了 这也叫大乘平手 有本事你别跑 在这儿等着我 你抄袈裟 你抄袈裟 等着我 黑眉渣 你倒是吃饱了 你孙爷爷我还没吃饱 有本事你拿点吃的出来 让我吃饱了跟你再战 师父还没吃 你给我等着 神仙爷爷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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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爷爷 神仙爷爷 神仙在里面 在里面 累死我了 饿死我了 师父 悟空 你回来了 袈裟可曾找到 有眉目了 有眉目了 被那个黑风山的黑眉球妖怪 给拿走了 对 悟空 你们别高兴太早了 我告诉你们 等我拿到了袈裟 你们再乐吧 你们 你们 在我走了以后 有没有怠慢我师父 不给他摘饭吃 没有 没有 悟空 他们对我都很好 不曾怠慢我 你走这半天 我已经用过三次茶 两餐摘了 只是你要竭力去找到袈裟 师父 那袈裟的下落既然有了 那他还能飞了不成 我不就回来 看看你吃了没有 报个信 让你放心 这袈裟没有找到 你叫我如何能放心 你赶快吃些斋饭 快去寻找袈裟去 你原来不是不放心我 看来我这好人是白做 行行行 我走我走 唐长老唐长老 我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有话就说 有事就讲 爷爷还忙着 我们那个老院主啊 跟那个黑风大王 有些交情 你说什么 我们那个老院主啊 经常去那个黑风洞 找那个妖怪 谈经论道的 最近呢 还给他看了 太上改影片呢 我说那个老头长老 怎么能活到二百七十岁 原来是跟那个黑眉球妖怪 学了些小手段 不好意思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